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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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内长辈、弟兄姐妹 去年全世界大的领袖都到了欧洲 进行一个大的峰会讨论环境保护的课题 因为地球已经进入危险的阶段 地被池上的居民给污秽了 地球哭泣了 因为现代人太过贪婪 开发又开发无止境的开发 再加上科技文明的试控 利用不断创新的科技去宰治自然 无形中违据人类二十亿世纪的生存 如果温度在升高2.5度 许多人民的生命将会丧失 许多的地区不能居住 大量的沙漠化汉化整个世界 因为二氧化碳和甲烷废弃破坏了臭氧气层 如果你到了澳洲 记得不要去晒太阳 因为澳洲的天空的臭氧气层 有了一个很大的破洞 上帝的创造 阳光必须经过臭氧气层 要不然紫外线直接的射到我们的皮肤上 就会引起皮肤癌 化泄回料及各种的杀虫剂的使用 使土地欠收 使水盐被污染 昆虫和鸟儿渐渐的死亡 寄称 14条的蚯蚓死掉 就会死掉一致的鸟儿 它们是互相依赖的一种状况 今天许多的蜜蜂已经消失 澳洲 纽西兰 美国的蜜蜂都在减少 因为人类无止境的喷射 是杀虫剂造成的 前阵子还说纽西兰的蜜蜂有毒 那就是杀虫剂造成的 温室效应将造成许多的人为自然耗窃 包括汉灾 水灾 不应该下雨的地方无止境的下雨 应该下雨的地方雨却不来 森林一直着火 南北极的冰层迅速的涌解 那就是永恒的冰层是不能涌解的 现在也开始涌解 底层下的病毒开始浮现 许多沿海的城市百年之后将会被淹没 其中一个就是最靠近我们的 Jakarta 也假的如果你下了飞机之后 你坐车往公路跑 两天都有这个水堤 把它建立起来 因为海水已经开始倒灌 如果有一天藏这些蹄把崩溃 将会把整个野贼达大部分地区给掩盖 难怪印尼总统要把首都移到加里曼丹去 海水倒灌将会使农作物欠收 更多人会挨饿 人类可能会像几百万年前的恐龙一样截击 这绝对不是谓言颂听 人类为什么要把这个大地给破坏呢 全宇宙已知道的星球 唯一可以生存的就叫地球 地球是全宇宙最漂亮的星球 人类尽在期间把它破坏 我们特止试诈 我们不断地战争 我们的汽车无止境地生产 空气无止境地生产 因为大地是彼此相关的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你如果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上帝创造的次序 开始的时候 上帝造光 上帝造空气 上帝造水 上帝造陆地 造完了这一切 上帝造植物 然后才创造动物 让动物可以生存 因为有植物 有水源 有光 到最后 才开始创造人类 所以生产者先被造 之后才创造消费者 而消费者不是绝对的消费 他必须供应给另一方 包括生产者 这是上帝要我们彼此依存的关系 也是整个自然界循环的定律 被造物本身 不是绝对的独立体 只有一个独立体 那就是上帝 他被称作是自有拥有的神 他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存在而存在 可是我的存在 是需要依靠万物而存在 我没有食物 我就没有办法存在 所以我们不是绝对的独立体 而是被安置在共生共存的关系中 我们不仅接受 我们还要寄以给予别人 给予地球 其他的生物 植物 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村 让我们可以世世代代的继续地相存下去 我需要植物 植物需要我 我吐出恶氧化碳 植物吐出氧气 我吸收氧气 他吸收恶氧化碳 我们一起并存 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奇妙 而人类却把上帝的循环的 创造的智慧给破坏了 我们把自然界给污染了 在被骑上的基民给污染了 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进 我丢了一张垃圾 垃圾就在自然界里头循环 它不会因此消失的 我把钢电池给丢了 钢电池的水云 就会流进水中 鱼刺了这个水云 我刺了那条鱼 水云就跑到我的身体 有一天我就发觉我的关节痛 是因为我刺了鱼中的水云 这水云是谁丢的 是人类造成的 我们必然自视其果 自我毁灭 人是受造的高峰 圣经给我们看见 上帝创造了万有之后 才创造人 并且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有一些神学家 不接受人是被造的高峰 不过我看圣经 我觉得确实是高峰 因为上帝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任何的动物 人是非常特别的 可是他并不能因此剥削自然 因为上帝是用尘土造人 尘土里头有钙 有点 有碳 有铁 有很多的化学元素 都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是由尘土而来的 因此我们需要靠尘土养生 我们死以后归回尘土 这是一个循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可以不吃尘土吗 你吃菜 菜吃尘土 你吃鱼 鱼吃海草 海草吃尘土 你吃猪肉 猪吃菜 菜吃尘土 所以人跟尘土 是永远不能分开的 所以今天人 一定要尊重自然 不可以过泄自然 因为上帝是用尘土造人 人和其他的动物一样 需要依赖自然而生存 人无止境的发展 无止境的发展 必然自私其果 有一块很大片的土地 那里有一大片草原 那里住着一千户的人家 每一副人家都养了一头牛 有一天 假说 为什么我只养一头牛 我多养一头也没关系 其实真的是没关系 问题出在哪里 他也这么想 我为什么不可以多养一头牛 并也这么想 我为什么不可以养多一头牛 这一千户的人家 都养了多一头牛 几年之后 这片草地消失了 他们的牛活不下去 为什么 贪心 我们今天的人类太过贪心了 我们有还要更多 更多还要更多更多 这种无止境的贪 就是自然界破坏的最主要原因 当你破坏自然界 你就破坏了自己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 也有四分之一的全球性的疾病和伤害 是以环境的污染和退化相关 今天我们染上的很多的病 都是对自然界的破坏 包括这一次的疫情 很可能是一些动物造成 是蝙蝠吗 是穿山甲吗 无论如何 人类去宰杀这一些自然界的生物 病毒就传到我们身上来 我们把水盐给污染了 你每一天需要喝足够的水 这些水有毒 你的身体将不能承受 就会患上癌症 我们每天都需要呼吸空气 我今天常常看见有一些年轻人 甚至中年人在路边跑步 我正想停下来告诉他 拜托你 你不可以在路边跑步 因为汽车发出来的废气是最毒的 他没有跑步还健康 跑了步以后他只有健美却没有健康 我们的空气是我们很重要健康的来源 我们把空气给污染了 我们将害了我们自己 甘地曾经这么说 贫穷是最严重的污染 后来莫特曼 如果莫曼说了更正确的话 不是贫穷本身 而是造成贫穷的腐化 乃是最严重的环境污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人贪心 今天人贿赂 今天人败坏 才造成贫穷 而贫穷的结果 就烧森 没钱买肥料 就造成空气污染 每年新加坡都要受到邻国空气 飞过来的空气污染 为什么 贫穷 为什么贫穷 贪污 就是贪污 罪 罪被污染了这个大地 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 必被其上的名给污秽了 所以地球遭殃了 人的骄傲 自我中心 都表露在艺术上面 在宗教上面 自我中心 我靠行为称义 在政治上自我中心 在政治上自我中心 我是霸主 我是霸主 我是普丁 我要打你就打你 乌克兰的总统 我不要听你的 就是不听你的 我不要听你的 你要我中立 我就偏偏加入NATO 你叫我东立 我就偏偏嫁在北约 这都是骄傲 所以造成今天的结局 有人骄傲 有人愚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经济上 人自我中心 赚许多钱 只是满足自己 不会照顾穷人 在艺术上 你看见这种自我中心 这里有两幅画 一幅画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是伟大的洋画 我们另外的幅画是中国画 你发现它的差别在哪里 洋人的话 是人作中心的 自然只是它的背景 整个自然界里头 人是最伟大的 你看我们中国画 你看见人在哪里 人在小舟上 人在那个庭子里 你要细心地看才看到它 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自然界的中心 这是两幅艺术所表达出来的思想 我们从生态学来看 人并不是万物的中心 从圣经的观点 人虽然不是与自然同等 人却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 我们是非常尊贵的 我们是由尘土而来 是非常卑微的 我们必须尊重上帝 好好敬拜神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非常谦卑 知道自己会归回尘土 我今天是需要靠尘土养生 上帝造了人之后 就托付给人 你要好好管理这大地 治理这地 这叫做管家 管家就不是大地的主人 大地的主人是上帝 所以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 独占这个大地 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聪明 剥削自然界 这是不被准许的 管家就必须代替主人 忠心的 智慧的 来自理看守这大地 看守 在原文里头有保卫的意思 包括我要控制人口 我们应该节制 不可以生的太多 也要告诉自己不可以不生 如果大家都不生 圣经所说的 遍满大地就不存在了 我们生的太多 不能洋溢他们 不能教育他们 他们变成破坏自然界的 回首 所以我们要控制人口 我们要控制人口 我们要控制费物 我们要好好地处理 现在第三世界的国家 去接受第一世界的费物 他们工业的费料 送到越南 送到这些落后的国家 在那里埋葬 就危害了当地的人口 你既然要产生肺料 你就要负责处理肺料 不能像日本 把腐射的水 不断地倒灌进入大海 这是不负责任的政府 这是上帝和人都咒诅的 这些的水 被鱼喝了以后 今天我买了日本鱼来吃 我就受到腐射的影响 这是很可怕的后果 这也是造成许多人 患上癌症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智慧 好好地处理费物 让世界大家能够生存的和平 太平 安心 总之 作为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人 我们拥有上帝所赐的能力和责任 我们要好好地认识大自然 那种生态的原则 是不能被破坏的 一男一女 是自然的原则 不能破坏的 男跟男不会生孩子的 女跟女不会生孩子的 同性念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些自然的生态原则不可以被改变它 另一方面 欣赏大自然 这个自然太好了 这个自然有养育我们的功能 它有治疗的功能 你生病了 你到纽西兰去看雪山 没有钱 到马来西亚的富龙港 你到那山上住上一个礼拜 你心情会好得很多 你骂你的老婆 你老婆骂得比你更大声 你骂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理睬你 你到French Hill 你大声的在自然界里头高喊 你听见了回声都很开心 它有治疗的功能 这是上帝给人类极大的一种的祝福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享受它 不可以去破坏自然界 然后好好治理自然 成为佣神一人伟大的事业 如果你的生意是破坏自然界 我奉献你把你的生意关掉 换个新的工作 基督徒一定要在这世界上 成为做光做圆的人 最后我提几个简单事迹的行动 来做环保 尽量节省能源 关掉不需要用的灯 冷气的温度尽量不要超过24度 或者23度 我跟我的同事说 每一次出门 把你房间的灯一定要关掉 离开厕所 要把厕所的灯给关掉 顺手关灯 你说这算的什么 全世界的人口都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省下很多店员 睡觉之前 出门之前 把你电灯 电视的灯给关掉 我睡觉之前 我一定把店员关了 这样一来 又省电 又让你的电视机可以耐久 为什么你不顺手做呢 为这个世界的美好 做一点点这样的工 不浪费水盐 不要洗手洗洗洗洗洗 洗了很久 洗手的时候 就让那个水剩下来去浇花 水洗的时候 用这个水来够 这就是可以好好借生水盐 多不行 少用车 我们中间有人把车给卖掉了 然后打工车 太棒了 少用私家车 别乱丢垃圾 将垃圾分类再循环使用 不要懒惰 全部人都丢在同一个桶里面 那些纸张 那些纸皮 那些瓶子 可以再循环的 就把它再循环 现在 声声声还做一件好事 你的干电池 可以拿去那边 放在它特别预备的地方 你会干电池 可以放在那边 放在它特别预备的地方 声声声感谢你 我不是为声声声打广道 我告诉你 每一个公司都做这样的好事 我不是为人拍广告 这就是对的 因为干电池是一种很毒的东西 多种植一些花草 你的家多种植一些花草 心情会好 吵架会减少 多种花草就不消吗 减少购物浪费 包括不要常常跟坏家具 不要三两年 家具就换掉 也不要买太多的厨 因为厨打开是空的 你很不甘愿 一定会买很多的衣服 每一次买一件衣服 把厨中的衣服就少一件 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说不知道丢去哪里 只要是好的 不要破烂的 你拿来教会 我们送到辽国 我们送到泰国 我们送到缅甸 他们需要 这样我们又做善事又做环保 购物的时候使用环保袋 不要规定 买一个塑胶袋 要还多一毛钱 两毛钱 我们自动的拿环保袋去买东西 这样世界一定会更好 不要让地球哭了 不要让地球哀哭了 我们一起祷告 弟兄姐妹 无论在线上 或者在现场 安静地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爱地球 让我们尽责任 照顾自然界 也为乌克兰俄国的战事祷告 因为战争是破坏自然界 其中一个最可怕的东西 因为战争是破坏自然界 因为战争是破坏自然界 相当大界的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能做不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的话语 是我们人类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指引我们如何保护地球 爱护地球 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管家 给予我们大家同在 减少我们里头的欲望 不需要借助外来的事物来高抬自己 能够过着一个淳朴的生活 你与我们大家同在 让我们基督徒 在这世界上做光做眼 在环保的世上 也愿意尽上责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